據報美日正在為即將在東京舉行的四方會談 準備一份聯合聲明 承諾將會聯手威懾中國 譚文聰的報導 路透社引述《日經新聞》報導說 由美國、日本、澳洲和印度參加的四方會議 將於下星期一在東京舉行 志在建立更強而有力的戰略夥伴關係 共同壓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而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已經開始準備聯合聲明 當中將明確提出美日合作威懾中國的承諾 壓制中國破壞地區穩定行為 以及必要時作出回應 聲明還包括將日本置於美國合保護傘下的政策 以及確認啟動以美國為首的印太經濟框架等 報導說今次聲明的措辭比以往都更加嚴厲 反映出對中國在區內常態化軍事演練的擔憂 特別擔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可能令北京和平壤採取更大膽的行動 然後再次聲明 再次聲明